我大福一经历 我大肚的汉 张文湾同学 这堂课的内容 掌握了吗 老师我双标这堂课 我掌握的挺好的 是吗 来这条 科普博主 点赞美女微博 上来做的 非常好 我们现在画关键词 你老婆知道吗 这句话一出 号公式什么 男人不行 只要是涉及两性话题 男人不行这句话又套进去 第二个来看 叫朋友 想而易见 家长提 我家孩子最大 不然就举报 老师 请问为什么 写家长家写举报呢 不要去问 记住公式 备手就行了 还有一个什么技巧 来看 老师我知道 失望取关 非常好 精神股东撤股 给博主造成 精神影响 这句话 一定要说 你悄悄的取关 博主发现不了 你恶心不了他 一定要说 同学们 动分体 题目 椰奶品牌直播 还有没有同学 想来试一下 还有没有 低头的同学 上来 不错 首先看 这么大个企业 企业和什么类似 公众人物 同样都是什么 原罪 看到直接判就行了 来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看到没有 男人不行 是不是公式 看到我直接给分 接下来 关键词 儿子 家长提 万变不离其宗 对不对 然后 下架非常好 知识点 企业号 害怕取关吗 不怕 能让他疼的 是 用量很好 下架 是不是影响了销量 非常不错 掌声鼓励 双标 A标 掌握得非常不错 怎么B标呢 来 母单同学 为什么电影院 现在只能给我们看 这样的片子 只能看出旋律了 是吧 为什么现在 我们没有性感明星了 下一步 是不是该裹小脚了 希望审美多元 非常好 A标 我们是道德圣人 B标 我们就是个老百姓 好处 都让我们站了 就互联网 就玩明白了 来哈 家庭作业 一个漂亮女生 化妆出门 根据这段话 写出三个角度的讨论 老师明天见茶 咋这一等会儿 你家长 起来 对对对 咱们记得 一起四个角度 想多些 我们当地风的等 我就是 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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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